好 那么还有 后面说还有一点点 就关于可居住区行星 对吧 这是人类一个 很终极的一个目标之一吧 如果说把太阳系外探测 比作是一个 这个一个皇冠 对吧 当然我要声明一下 天文学在这样的皇冠很多 不仅仅只有我们这个皇冠 要不然其他的会不高兴了 这个皇冠很多 那么这个皇冠在寻找 系外行星这个皇冠上面 最亮的颗珍珠呢 那就找宜居带行星 这个是所有空间项目中 最重要的一个目标 那么到现在为止 开普勒目标也就是找宜居带系外行星 但找到了没有呢 当然应该是找到 找到一些 但是待会看说 我要看一下它的一些缺点 和后续为什么继续在找 什么叫宜居带 或者叫可居住区 这主要起决于 大家知道 一个行星 那么它是否可以居住 最主要取决于 它的水 表面是否有液态水 对吧 这是人类生物的一个条件 当然其他要大气氧 这次条件等等 那么氧的话 基本上各个方面 只要温度不很低 都能气态都有 那么主要关键是水 那么它就零到一百度 对不对 这个比较苛刻 那么这个呢 取决于恒星的表面的温度 而这个恒星的表面的温度 来源于 而行星表面的温度 主要来源于恒星的辐射 对不对 你靠得很近 那就照得很热 那水就蒸发掉了 靠得太远 水全部结冰了 对吧 你每天 冰也可以把它化了 可以喝 对吧 也可以 那整天去化水 估计这个能源也不够 对不对 所以估计是 还是最好 液态水比较合适 那你可以看到 太阳系正好为地球 我们非常幸运 所以这个 也不知道多少年来 修来的福气 对吧 因为现在话 正好我们生活在地球上 我们可以安心地上课 大家终于凭自己的努力 上了南京大学 对不对 然后我们给大家有幸 给大家讲课 这个好 所以想想看 你是宇宙中 多么幸运的一科 对不对 一个分子 好 那么其他地方 一个可以移居在的行星 那个行星 当然叫内地行星 对不对 木星也租进去 那个液态 这个你进去 温度也很高 但液态掉进去 掉进去就完蛋了 那么当然也有一个可能 就是这个 这个如果说这个 内木行星 但是它的卫星 正好为移居在 它的卫星可以去做 对不对 这个要移居卫星 这也是可以的 我们这个电影叫阿凡达 阿凡达 大家回忆一下 它写的就是 其实这个 类似于土星 或者木星的这么一个行星 这个行星呢 位于移居区 它自己本身不可以居住 但是它住在它卫星上 所以你可以看 它白天起来 阿凡达 阿凡达这是一个人吗 还是一个 反正这个 超生命 它早上起来 看了一个土星环 对不对 你看为什么 它的意思就是说 它是住在一个土星的卫星上面 开普勒 你可以看到 其实它发现了 在移居带这块地方 这块就移居带 发现了很多了已经 发现移居带的行星 这块都是移居带的行星 靠里面很热 靠里面外面很冷 就中间是移居带的 但是它多数是质量很大的 就气态去行星 这个不适合居住 当然如果我们再能发现 里面的卫星 肯定是有的 那么也是可以居住的 但问题卫星太小了 我们行星就很难发现 所以真正要达到地球这样的 还很少 当然这个图还比较 并不是最近的 那么这里举几个例子 告诉大家 顺便告诉大家 数据处理的重要性 这是一个很有名的例子 叫HT40307系统 这里刚开始 这个是思想速度方法做的 它的行星大小都差不多 所以刚开始前面 它探测了三颗BCD 这三个西外星 这个三个西外星正好 中西贵 正好位于 比如说五天 十天 二十天 正好差一比二比四 共振的地方 所以当时很漂亮 因为我们知道 拉普拉斯共振 首先在木星 对吧 木卫 Io 这个Europa 这个三个 一比二比四共振 叫拉普拉斯共振 这个HT4037也有 而且这三个呢 都是像 比十个地球 质量要小一点 所以叫超级地球 很好 那显然可以居住的 对吧 显然是内地行星 很好 那么 它同样的数据 就没继续再分析了 但是另外一个小组 TOMI TOMI是日本的一个小组 这个很厉害 他把那个数据 这PIPLINE 数据处理的软件 再进一步 再优化 然后呢 用更多的数据 他就发现 再继续挖 但时间也长 就挖出来 外面还有三颗 E F G 更可气的是 这个G居然位于一具带行星 所以这个把第一个小组的人 气得半死 因为他们辛辛苦 造成这么 一尝辛苦 酿得百花 这个什么蜜 一尝辛苦 为谁忙 就非常生气的那种 这就说明了 是什么呢 就是你要 这个PIPLINE 不要小看那个轨道 这个数据处理 你觉得还没有 要真正搞得好 你把人家大科学工程的数据 提高上一个量级 人家这个大科学工程 全给你做了 几十亿的投资 全是为你在忙 对不对 所以你要 现在做天文的 不是天文要学好 数据计算机这块也要学好 数据软件这块 因为大科学工程 很多信号要处理出来 都是靠数据软件 所以一定要 这方面要强 对吧 争取很多人 就为你辛苦 为你忙 你不就牛了吗 对不对 所以这样子一个概念 所以这个当然 后来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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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个观的这个组的 原来数据那个组 非常生气 他们就没成论 他们不肯成论 对不对 这个当然 你可以看到 这里就是六个行星 你看前面三个行星 数据非常清楚吧 感觉上 那个曲线 引合得非常好 误差很小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图 底下三个呢 你说有 也可能有 你说没有 也说得过去 你可以看到 这个误差 误差棒非常大 整个长度非常小 你说 说它有吗 也还是有那么点味道 所以说 这个事情呢 确实本来就这样 就这种情况下 就取决于你这个 拍摄烂这个数据的软件 这个厉害程度 对不对 在有的 这个图很清楚 像开普特 你别看他 他找到地球这样的行星 其实他也达到 他的极限了 万分之的次贯系统 所以说 你看那一堆数据 那一堆数据 整个窗口 白茫茫一片 就是黑茫茫一片 看不到出来 但是你把那个并 一并起来之后 这个东西就出来了 所以太厉害了 本来你看 啥东西结果没有 但是把十个点 一并一并 啪这个东西就出来了 非常漂亮 这个东西一出来 而且观念 这个deep正好是万分之一 这就是一个地球 这个地球多值钱 你想想 我们已经成千三万个 几千个内幕行星的 但是一个地球 就非常珍贵 刚刚今年4月17号 刚刚两个礼拜之前 4月17号 那就一个月之前 在上一次连续发了两篇文章 这是第二篇 第一篇是讲另外一个故事 讲一个双星里面 有一个那个 这个跟我们希望行星 有点两样 但是那个也是 开火了的属性 这第二篇 它这个题目就是 Earth-sized planet in hybrid zone of a core star 这个就是 你看题目就看了 就非常像 环冠上的民族了 但是差一点点 因为它是这个 core star 这个core什么地步 它是一个M型矮星 为什么呢 M型矮星 因为它的 比太阳冷 所以它的宜居带 就比那个近 近呢 当然容易被 开火了看到 对吧 因为开火了关了四年 这个这个 如果这个周期 这个周期大概200多天 还是这样 那就容易看到 对吧 如果这周期更长 更难看到一点 所以这个 看到越南 你可以看到 你可以看到 这开火的186系统 原来是BCDE 终于就发现个F 这个F的 也基本上是1.2级 还有这个地球半斤 1.1级地球半斤 跟地球比 你可以看到 这个当然 这个是科学家的想象图 艺术家的想象图 没有看得这么清楚 还了得 里面的大气 这个人都给你看到了 这个东西也就是 我们看到的 也就是这么一个信号 不要太多说 信心都看到了 没有看到 那么好 这是我们的地球 这个地球当然 太空中看到了 这个是真的 这个是假的 但东西存在那里 可以看到 它这个绿带就是 绿色的就是1巨带 对吧 我们这里的地方 从金星地方也是1巨带 所以金星本来刚开始 其实也是可以生存的 后来就是因为 它温度太高之后 它这个Greenhouse 这个温室效应 结果失控了之后 它就是 产生大量的甲烷 那些气体之后 就不适合能力居住了 对吧 所以可能是早先 那些生物就从 金星上面移过来了 我不清楚 对吧 当然这是像样样的 所以这个3800K 这个行星是M型矮星 所以并不像太阳一样 这是M型的矮星 那么这个 在这个新闻上 被称之为 First Earth-sized planet in-hybridal zone 就是一巨带的 Earth-sized 那么这个 这个就是 这个六个行星的 我们没有看到 这六个行星 我没有看到 这六个行星 但是看到这六个deep 大家多次地看到 所以这个deep 你要看到 你想象出来 这就是行星 所以要发挥一点想象力 这个不像真的 像那个图画的 那么漂亮 尤其最珍贵的这个F 就是这个 它的眼神窗口特别大 为什么 它深度不深 因为深度是跟它的半金层的比 眼神窗口特别大 你可以看到 为什么呢 越到外面越大 对 因为它转得慢 它的窗口长 所以对不对 所以你说 有足够的时间去看 对吧 点数并起来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些蓝点都是并出来的 并之前你可以看到 其实那黑茫茫的一片的 你看能看到 这个凹槽就不错了 有的地方 连凹槽都看不出 黑茫茫一片 但是你一并出来 啪就出来了 非常漂亮 而且出来是个地球 那么你可以看到 它的恒星 祖星 它0.48个太阳质量 这个很小 也就0.47个太阳半金 越是这个M型矮星 越容易找 因为它的主星半金比较小 所以相对 同样是地球 那我相对的半金就比较大了 对吧 眼神深度相对就大了 大四倍了 四倍的话 在拼刺刀的时候就很厉害了 四倍还不厉害 所以这个下周期我就不看了 太小了 所以这个就是 所以说一具带 内地星应该说是早大的 但是跟我们地球这个还是有点差别 因为祖星不是这个 而且这是个十五等的星 很暗 离我们大概是一百多个PC 对一百个多个PC 一个PC得 一百五十个PC好像是 一个PC得三点二六观念 就四百五十个观念 所以你想去看是不现实的 好 现在看的一具带行星 大概总结一下有不少了 那么这里画了几个 你可以看到 真正的有竞争力的 就是说皇冠上的明珠的候选人 这个明珠候选体 就是画了圆圈的 开普了188 对吧 186F 其他的有几个都很大的 也都在一具带 对不对 这是太阳 你看金星在这里 地球在这个地方一具带 这个绿线在这里 那么这个地方是比较宜居的 那么已经HD40307G 现在这样画了这里 就表示已经有承认了 这个比较大 那么这个MAR MAR是火星在这个地方 那这个相对的是最小的一个 除了火星之外 开普了62F也是比较大的一个 对吧 这个是最小的 所以说越小 那个距离 越接近 那么这个当然小的只有在 主星 主星比较小越容易找到 主星越大越不容易找到 所以这是一个 一具带行星的搜索 MAR